不是吧 這種27度 老實實 如果香港那種熱 有時34度 我覺得是34度 那天在北岸那種熱 肯定是不止34度 是熱得比香港更辛苦的那種熱 是簡直輕 我相信今集出家的日子是12月28日 但是因為我已經知道自己是12月28日 這段日子是很不空的 這段錄音已經很早已經錄定了 現在這個時間是12月11日 早兩天 刀柏林這裏下了今個冬季的第一場雪 很多地方刀柏林都見到下雪 偏偏我住這裏 最終下大雨也沒有下雪 老實說 我真的很像小朋友一樣 我又想見一下下雪 我真的在窗戶下了很多小時 但最終還是沒有下雪 有點失望 而我現在錄音的時間 是凌晨的1點半 據聞今晚2點至3點有機會 這個區落雪 所以我錄音看看 看出窗戶 看看有沒有好消息給自己 為甚麼要拿這段做開場白 因為今集是想說天氣的 給大家一點概念 這裏的天氣大概是怎樣 我來的時候今年7月 當然又是那句 我來之前也早已準備了 看看這裏的天氣大概是甚麼天氣 7月平均的高溫和低溫分別是11-20度 今年如果過來後來我也證實了一件事 其實有些人都跟我說 今年7月7、8月我來的時候 是比平時熱了一點 是一個很可笑的 不只溫度 日照時間 都比平時多了 其實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那時候住酒店 看著一個很大的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很多時間都很感到天氣 因為我的槍是西斜的 原來真的曬得很重要 跟未來之前的想像有少許分別 當然要下雨就很快 轉腳踏浸下來 下雨之後一下子就沒事 也突然降到很大 所以其實天氣這部分 我下一集會講和天氣有關的衣著 降到冰冰糊糊 其實應該是怎樣去穿衣服 下一集再講穿衣服 講一講天氣才繼續 這會影響穿衣服 下一集再講穿衣服 關回天氣 7月來的時候 我和我的小朋友 都是穿短袖衣服 可以周圍去 最多是帶著一件風褲 那段日子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超過22、23度 中午出街 晚上就叫做14、15度 但其實穿短袖衣服出街 你其實不怕冷的那些 都很順暢 當然你穿著風褲子 就舒服一點 早上出街 基本上就是短袖衣服 不用再加其他東西 加上太陽 兜頭曬下來 是熱的 有時候中午出街 24、15度 挺誇張的 不過我早上出去跑步 我試過早上出去跑步 都是16、17度 那種天氣是很舒服的 但是這裡那種熱 和香港那種熱 是兩回事來的 說個例子比較極致 因為那次剛好 我去了北外貝爾法斯特那一天 你看回影片 我去過貝爾法斯特 我之前有影片拍過的 那天我看著手錶 當時氣溫是27度 當時我是大約1、2點 在北外貝爾法斯特 一些沒有遮擋的地方逛街 嘩 那種熱 我看著手錶是27度 然後熱那種感覺 不是吧 是27度 太陽都曬下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經緣度不同 太陽曬下來 是輕到叫救命的那種 不同香港那種 魏局、濕熱 和香港周圍的大廈 沒有風 那種熱是焗熱 那種熱 這裏那種熱 因為周圍沒有高能大廈 真是直 曬到頭 真的沒有開玩笑 真是煎蛋都可以 那我心想 不是吧 這種27度 老實實 如果香港那種熱 有時34度 我覺得也是34度 那天在北外那種熱 肯定是不止34度 是熱得比香港更辛苦 那種熱 有種火燒的感覺 香港是做不到火燒 因為有一點 但是完全不同 我沒有預期到北外那一刻 熱到叫救命那天 那心中更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叫27度呢 剛剛有一下 就去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想像一下 人向著太陽走 太陽少少在你正前方 少少前方 頭頂偏前的地方 曬著你 那其實你的臉 你的前半身 和你的頭頂 是全生氣的 那一部分真的是37度 我覺得 不止27度 真是37度 你背著 輕輕的背部 是沒有太陽曬的 剛剛風吹過來 嘩 後面很冷 感覺是什麼呢 好像17度的感覺 就是概括一下 你的人 前半身37度 後半身17度 打運就是27度 我哥哥終於明白 為什麼 那倒是27度 混運就是 有太陽和沒有太陽曬 差很遠 很誇張 這天氣 我想是空曠 或者其他成的原因 大概7月8月 都是這個天氣的 好了 九月了 我心想有上學那幾天 突然間開始變 天氣開始 例如中午 可能中午 都是16-17度 晚上出街 可能只剩下8度 9度 小晚上出街 我就沒有什麼 親身去嘗試 但有一次黃昏出街 有一次去球場看球 九月來的時間 嘩 真是冷 吹過來的風 跟這裏的本地人 或者住了很久 香港人談 其實都說 是的 九月的時候開始 一轉天氣 就開始涼 那種感覺 基本上 九月的時候 低短酒衣 已經可以收買了 一定最少長的酒衣 看看再加些什麼風外套 或者厚一點的外套 魚翁的味道 我自己又不是十分怕冷 剛才所說 大概晚上8-9度 我很少出街 中午 又15-16度 太陽曬著 真的不需要魚翁 魚翁真的會出汗 一路保持著 氣溫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十一月頭 開始 真的要拿魚翁出來 我先拿了幾件薄的魚翁 為何要這樣說呢 天氣來到十一月左右 是 只有十一二度度 中午 晚上可能只有四度 五度也見過 已經開始 我剛剛想想 糟了 十一月也是這樣 十二月、一月、二月那些 我怎樣叫 然後到今個月頭 天氣差不多 如果不是有大北風 這幾天 北極那邊真的有風吹下去 英國 如果你看香港有新聞 我都會知道 我以來其實不是距離很遠 天氣有點遲 我心想 十一月、十一月 十一月 三月尾 不行了 後魚翁也要出賣力了 有時 晚上可能只有兩、三度 就算 早上出街 掛名 十度、九度 都少了 甚至十一月尾 八度、七度 魚翁出街 你還要明白 這裡 風大、雨大 所謂七度 吹下去 身根 真的沒有七度 在香港住得久 你不少經歷這種天氣 開頭時間真的有點辛苦 剛才說 十一、二月 十一月尾 十一月頭 一月怎算 二月怎算 不對 那些人說 差不多了 其實冷靜了 你說見到 之後幾個月都冷靜了 對呀 其實都是差不多 那麼多冷靜 那就是說 保持著大概 晚上一、兩度 早上可能八度 這種天氣 可能從十一月尾開始 一、二、三 十二月、一、二、三 四都差不多 然後才回亂 沒有再冬下去 他們說 其實這裡 下雪的機會都很少下 一年都未必有一次的 不過 剛好今年 好像下了一段雪 剛剛有朋友通知我 又下了第二段雪 剛才不是說 早幾天下的 今天十二、十一號 凌晨 現在1點四十五分左右 又下了第二段雪 比較少見的 他們說 一年都未必冷得那麼厲害 所以他們談的時候 說 怎樣 車的雪怎麼產 怎樣安排 穿衣服 就算我早幾天上學 那些地方的人都說 哇 這兩天真的很冷 他們都說 這幾天那種 晚上試過零下二度 還有體感那些 計算那些 好像零下七度 朝早可能都是一度 兩度再休 試過地面真的結冰 好像不是雪 有些地方下雪 有些地方沒有 我經過的地方沒有下雪 冰面 滑腳 開車都要小心 人行真的會滑腳 他們本地人都說 哇 這幾天很冷 他們都說 很少可見這麼多 一年都未必有一次 據聞都是對上一次下雪 好像去年 一天 再對上一年 都是一天 那些 不多的 剛好被我今年撞到第二次下雪 看看我會否看到 看看會否會告訴大家 我轉回頭會不會看到下雪 我只是說溫度沒什麼意思 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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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會濕濕 長年淚月都濕濕 其實都不會乾 皮膚都不會乾 又是那句 突然間要下雪 現在要灑少少雨 所以 下一集 講一下穿衣服 跟下雪 大風天氣都幾有關係 可能會幫到大家 怎麼帶什麼衣服 要準備什麼衣服 短袖衣服 真的不用太多 只要多兩個月用 而且 不用帶太多 不是這麼大的 熱氣上來 真的要短袖衣服 好了 天氣講到這裡 下一集繼續講 剛剛講了 下一集 講衣著 穿什麼衣服 給你一些提示 怎樣帶什麼衣服 下集再講 再講 再講 更衣服 節奏 我們 抹拔 開始 看